第九章 言冤死子曰以天丧与天丧与 这个简单翻译一下 就是言回死的时候 孔子感叹到意 这个意就是痛哭的声音 直接就痛哭出来了 说天丧与天丧与 这个丧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有个词叫丧命 对吧 就放在今天啊 就是说老天这是要我的命啊 老天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这就是言回死的时候 孔子的感慨 而且第十章 是罕见的孔子 我们知道孔子一直提倡什么 叫乐而不赢 哀而不伤 但是第十章 是孔子非常罕见的 伤心欲绝的时候 就是言回死的时候 子哭之痛 痛哭流涕 哭的已经 你看这个字的偏旁不守是个心 这个字 他的字形的写法 就是他的意思 就是动了心了 完全伤了心了 然后旁边的人就说 说老师你 过度了 对吧 因为孔子一直强调的是 这个 是叫 哀而不伤 乐而不淫 他说你这个已经 过了度了 你的这个哭泣 已经太过了 孔子说 我太过分了 我哭得太伤心了 但是 如果不是为了这个人而伤心 我还能为了谁呢 这就是孔子 他在言回死后的表现 说言回死了之后 孔子哭得特别的伤心 完全已经超出了 正常的哀伤的限度 所以他的门下的弟子 都已经看不过去了 门下弟子说 老师你不应该哭得 如此的难过 痛就是嚎啕打哭 我们很难想象 孔子也有嚎啕打哭的时候 极度悲哀的时候 对不对 这痛就是极度悲哀 嚎啕打哭 跟着他的人说 老师您 有点太伤心 然后孔子的回答叫 有痛乎 孔子说是吗 我是哭得太伤心了吗 就是你要知道 孔子的这个伤心 是他不自知的 就是难过到自己 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难过 被同学们提醒了之后 孔子才回过审来说 是吗 我是太伤心了吗 大概我太伤心了吧 但是如果不是 服人之为痛 如果不是为了这样的人 而极度的悲伤一次 我的生命中 还能去为谁这么悲伤 就是他把言回看的 特别特别的重要 但是对待这么重要的人 孔子依然不会违背理 所以第九章 第十章 大家要跟第十一章 和第八章对着读 第八章和第十一章 都是孔子 以礼相待 对言回 但第九章 第十章 是孔子的真性情 第十章 第十章